在2020年3月23日 有一名當時年約62歲的香港男子 向上水警察已婚宿舍投擲了三枚汽油彈 而當時在附近執勤的警員立即採取行動 並將這名男子拘捕 罪名分別是有意圖中火 藏有負乘性物品 以及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 經過區域法院審理這宗案件 這名男子最終被判處6至42個月的監禁 全部刑期同期執行 警方歡迎今次法庭的裁決 而今次的判刑也都反映了 這名被告所犯下的嚴重罪行 以及對公眾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 刑期也都相當具阻嚇性